今年暑假期间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玉立警分局已经展开了相关的工作 为期两个月将会采用多元化犯罪预防宣导的方式 预防偏差行为以及被害 营造优质的生活环境达到全面保护青少年的目的 今年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玉立分局表示 即日期展开为期两个月采多元化犯罪预防宣导的方式 预防偏差行为以及被害 营造优质生活环境达到全面保护青少年的目的 111年暑期青春专案 以防治青少年接触毒品参与诈欺 额哨心剥削赌博 以及少年深夜流连不当场所等偏差行为 为五大犯罪预防宣导主轴 本门局已经折腹所属各单位 利用暑期各项活动 包括传统艺术巡演 路跑剑走 以及接下来的风年祭 金针花祭等加强宣导 建立青少年保护自身财产及人生安全观念 由于青少年暑假帮架 容易因好奇心而违反毒品 飙车帮派性交易等偏差行为 因此就辖区 KTB 卡拉OK 电玩 友艺场等场所进行领检防治 另外为了防止 暑假期间青少年涉足不良场所或加入帮派等偏差行为 也将针对 易危险驾车路段 青少年易聚集的KTB 电子游戏场等场所 加强领检盘查 全力防止潜在危害 玉璃分指也提醒各位家长关心小孩生活严刑 因为新兴毒品无孔不入 远离网路赌博 注意避免遭受性剥削 保护自身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